各位亲爱的球迷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鹏说球 大鹏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做说球系列了啊 不知道观众们有没有想念这个系列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乡间扑克小屋的比赛 场上的忙碌级别是10 25刀 这张桌子上有两位美女牌手 分别是日本美女牌手萨西米小姐 还有就是我们特别喜闻乐见的扑克巴尼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次看扑克巴尼容貌时候的样子啊 就是说之前第一次转播他比赛的时候还是在自行车娱乐场 然后他确实这个花期总体来看是比较短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也不知道是因为审美疲劳啊 还是因为这个容貌确实是有变化啊 那和之前那种特别清纯可爱的感受去比的话 我觉得还是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然后萨西米依然发挥稳定 长得非常漂亮 咱们好像一手牌都过去了 还没有再讲牌啊 好咱们来说牌 小猫一选手拿到了KX这里三拜出来 三拜他的KX手牌范围有AK KK K圈需要是铜花 以及小概率的K钩铜花 Lowjack为选手拿到了A圈杂色 选择了CALL打得很标准 到COA的R2 这个R2需要高频的起牌 但是如果选择跟注 翻后击中按三条 一定不要担心SET OVERSET 就这个牌啊 进去以后 那你如果中了三条 再不去打的话 翻前的所有处理都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翻前直接负料 是一气解千筹 小猫为选手的KX依然没看到 这里如果是KK的话 现在是领先的状态 如果是AK的话 和K圈的话 现在是落后了 但主动下注一千刀 无论是有没有带圈的组合 有没有KK啊 持续下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个面就需要他高频的去打 Lowjack为选手拿到了顶对顶踢 选择了靠 转牌巧花石 这里KK的话 超队依然领先 如果是K勾的话 现在是一个两头奥顺 如果是AK的话 是miss两高张 卡勾的听顺 这个Lowjack为选手 后手马量不多了 直接推了Olin 那我觉得他无论是AK啊 KK啊 和K勾啊 都是有机会跟住的 KK和K勾是必接的 AK的话 AK的话有一点点气牌率 1590刀 看一个7510刀的彩时 这个赔率不要太好 好选择了靠 最终有效彩时是9080刀 我们来先看一张盒牌再说 两位选手亮牌了吗 KK 那这个KK大概率是收了 我们来看盒牌有没有A盒圈了 好像只有A圈的补牌 只有A盒圈 盒牌一张勾 那这样的话KK成功收持 马量翻倍 KK这样去打的话 对A圈而言啊 A圈是非常非常无奈的 就是因为对手的AK 也会打出这样的路径 然后那KK的话就 只能是支付了 但是AK组合数啊 有16个 KK的组合数只有6个 总体来看 这个牌打的也没啥问题啊 很多真正非常非常大的彩蚀 大家打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是撞上了 反而是那些中能彩蚀啊 是你有的选的 中位选手拿到了Aces 在装位拿到Aces 还在前位选手看到了3Bite 这种情况简直是太梦幻了 那4Bite就完了 简单粗暴 400到750刀 波巴尼把自己的拖耳朵给去掉了 那到COA的90通花 90通花打单挑的话 不是特别的友好 就是说他更希望是 能够看到一个多人打翻后的情况 好彩蚀来到了1610刀 我们来看翻牌 24勾两两黑桃 90拿到一个前门花后门顺 在前位选择了过 Aces的超队啊 是稳稳的领先 这个AA会小概率的遭遇到对手的勾勾 但是你不能因为对手有勾勾的范围 你就不去打 这个不去打的话 长期打下来还是很亏的 也就意味着 如果这样的情况你不去打的话 就是不拿坚果你不下注 一方面是容易被人剥削的很惨 一方面是你真的有牌 要剥刀价值 好一家打一家靠 我们来看转牌 红星K 出K其实比出勾啊 还要更安全一些 翻前一个四败才吃 对手如果拿到KK的话 很有可能会58欧林的 那只有拿到勾勾圈圈这样的组合 不会去58欧林 所以说出K的话还好 但是也要担心对手小概率的K勾同花 然后牌面发出了黑桃勾和红星K的话 那K勾同花就剩下两个花色了 草花和方片 A主动下注3000刀 两枪下注都是奔着这手牌能够干光去的 我们来看90黑桃 花顺双抽了兄弟 这里唯一去阻挡他跟注的主要考量 就是两位选手的后收马量并不长了 就是说一旦击中的话 能要的隐含赔率不多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想一下还是选择了靠 才是来到了10610刀 我们来看合牌 有没有黑桃 有没有圈 合牌好像已经发出了 并没有 我看这边选手已经准备下筹码了 合牌一张圈 这样的话 AA就只有摊拍价值 没有进攻能力了 虽然说底持是1万 自己的后手是6000 有效的后手是5200 那也不能打了 合牌发出一张圈以后 这个AA输什么 输太多了 输对手的A是成顺 输对手的勾勾圈圈和小概率的KK 同时还输对手的所有两队 比如说K圈K勾 勾圈 输得太多了 然后前位选手直接推老链 让AA去抓机 AA几乎是一个秒靠 90非常的幸运 马来翻倍了 这个AA去秒靠的话 我认为问题很大 就是说你至少要去想一下 这个AA到合牌的阶段 就输太多了 输得太多了 各种按三条 各种两队 以及顺子都是有了 但是很多牌手就是气不掉AA 他很有可能会拿一个小两队 一看敌两队 对手打得很凶 我负了 但是他拿到超队AA的时候 他就不愿意气牌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心理上的一个 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很多牌手会很迷信 就是不愿意气掉AA 他觉得气掉AA 下次AA就不来了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点 就是说大家不要去这样考虑问题 但是别人这样考虑问题的话 会给我们很多的价值机会 翻牌26勾彩虹面 两位选手一家打一家靠 才是来到了3085刀 我们来看一张转牌了 红星K 久久多一顶帽子 圈圈也迎来一顶帽子 这一张K的话 没有改变双方的胜负关系 但是会让大家更冷静一些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张牌发出来以后 没有改变双方胜负关系 但却真真实实地帮助了落后派手 圈圈还是下注一千两百刀 这个下注的意图 我觉得不是太明确 从99的角度来看 出K的话 他再去打手牌代勾的组合都下降了 但是想一下还是Full了 反正这个牌确实有起牌率 没问题